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很多的人一定觉得很意外 对不对 那当然了 绝大部分的人会说 哎呀这个跟这个裴洛西可能要访问台湾 可能造成这个中国大陆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紧张关系 这个反正今天消息满天飞了 但是问题是 这个裴洛西要访问台湾这件事情 难道是今天大家才知道吗 说难听一点 这个事情对 大家早都知道 昨天大家知不知道早都知道 之前知不知道早都知道 那为什么今天 为什么今天台股给你中错 为什么昨天不中错 嗯 各位 所以我在讲 在股市里面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件 讲一个顺口溜了 来股市 这个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你看得懂门道 你才赚得到 对吧 对 那所以这个我希望你昨天 或者甚至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这个当指数还在一万五附近震荡的时候呢 你已经呢 见好就收 这个有赚到的股票呢 该卖就卖 那可是问题是 如果说到昨天为止 你手上股票 又是这个一把股票 都没有出掉的话呢 哇 那今天呢 恐怕很多的股票 有赚得变赔的 那就伤脑筋了 对吧 那但是问题是这个 如果是当今天大跌之后 你才惊觉说 哎呀 台股为什么今天大跌的话呢 那 那恐怕你在股市里面 那真的有点后知后觉了 那 不过当然了 我相信到昨天为止了 全市场上几乎 很少人在跟你谈说 就是提醒你 或者警告你 这个地方可能要大跌 所以呢 这个今天 大家会觉得很意外 可是问题是个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问题是昨天 你有没有看赢家攻略 你昨天有没有看赢家攻略 有最好 如果昨天 你看到赢家攻略 哇 那今天 你真的会跟韦国庆怎样 哇 赶快要鼓鼓掌 排排所说 韦老师你好厉害 对 昨天 全市场上 除了我之外 还有谁 在警告你 这个盘 可能要大跌了 嗯 我说一个分析师 有没有真正的实例 不是今天来看图说故事 对吧 好 重点来了 问题是 昨天赢家攻略 你看了没有 嗯 那昨天我在这个节目上 我跟大家 讲了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昨天 我就不断地告诉你 这个盘 可能要大跌 来 各位 我们先回到昨天好了 其实不要说昨天 上个礼拜 四礼拜 我其实已经连续三天的时间 三天的时间 我不断地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说各位 虽然过去这三天以来 你看这个指数本身 他们都是守在这个五日线 十日线之上 那一般我想这个投资朋友 可能你大概当然了 一般人说 哎呀这个指数能够守在五日线 十日线之上 好像意思就是说 那这个地方 它就是个多头走势 对不对 可是到了昨天 我特别提醒你 我说对 这个所谓的这个指数 是个守在五日线 十日线之上 各位这个东西 只是个表象 只是个表象而已 那只是个肤浅的看法而已 我刚刚不是讲吗 在股市里面 内行人看门道 那所以昨天我特别跟你讲 其实上礼拜四 礼拜五我就跟你讲 我说这个盘 走到这个地方 你要小心 为什么要小心 因为过去这三天以来 这个指数 虽然说这个 还是看起来 好像还是个 这个是个多头走势 但是我也跟你讲 这三天 因为都没有真正 把指数往上 拉 所以已经造成这个 五日线跟十日线 已经贴得非常非常的近 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讲 我说通常来讲的话 这个真正 真正有经验的人 真正的老手 真正看得懂门道的人 在这个地方 反而心里面会有个警觉心 为什么有警觉心 我这特别给你解释了 因为当这两条军线 太靠近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 任何一个风吹草动 那空头利用 利用这种时候 其实 各位不要说今天大跌三 这个盘中大跌三百点 就算给你灌个一百多点好了 只要能够把这个五日线 十日线 一次给你灌破掉的话 那就已经把这个短线的 这个多头结构就破坏掉了 那如果说你自己想想看 当如果说这个地方 一根黑棒 把五日线 十日线 跌破掉的话 那市场上 对不对 尤其那些真的看得懂盘的人 真正的大户 对不对 这个市场主力 这个法人外资 反正人家真正 之间大的人 一看这个指数 要是跌破五日线 十日线 你认为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二话不说 看给你看 所以昨天也好 上个礼拜四礼拜 你连续三天的时间 我不断的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一直讲 我一直说我在这个地方 多头只能攻不能守 只能攻不能守 因为守在这个地方 会造成这两条军线太靠近 尤其到了昨天 又是标准有没有 又是量缩横盘 那我就特别跟你讲 我说糟糕了 又是量缩横盘 这指数就是拉不动 那多头 如果没有办法续攻的话 一旦 这两条军线已经太靠近了 一旦杀破五日线十日线 亦出现击杀 有没有 昨天我想全台湾股市 大概只有为国庆了 给你再谈这件事情 有吧 今天你以为 这根大跌 只是什么 什么培洛西要访台吗 我说培洛西要访台 大家是今天才知道吗 绝对不是吧 那为什么今天开始大跌 所以各位 我再跟你讲 我再跟你讲一次 各位你来股市里面 你是来看热闹的 还是来看门道的 你只有看得懂门道 你才赚得到 所以昨天也好 上个礼拜 我上个礼拜 也许三天的时间 我不断的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大半已经反弹了一千多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哪些股票 该建好就收 该建好就收 你要搞清楚 虽然说不是所有的股票 都已经形成短线的 这个空头结构 但是有些股票 确实已经早早 已经该建好就收了 对不对 那各位你看 如果说昨天也好 上个礼拜 我礼拜四 在这三天 当大盘指数 来到这一万五千点 这附近 你在这个地方卖股票 哎呀 那各位 那到了今天回头一看 那你股票 真是卖得漂亮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在股市里面 为什么是 股市为什么是二八法则 代表说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就是看不懂到底大盘要涨要跌 就是看不懂个股要涨要跌 但是问题是各位 如果说你自己到了昨天 你也不觉得这个盘要跌下去 或是你现在还在偏多的话 那各位 那我建议你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从今天开始 赢家攻略 请你每天一定要看 各位因为我一直在跟你讲 我是各位 唯国倩有没有真正的实力 但是你在股市里面 长长久久趋吉避凶 绝对不是今天大跌之后 来发马后炮 对今天我想今天一堆 今天一堆人会跟你讲 对不对 死空头跟你讲说 你看你看 对不对 终于跌了 终于跌了 那死多头就会安慰你 哎呀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下面还有月线 哎呀对不对 还怎么样 今天还有股票还在涨 你放心 国安基金还在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又开始安慰你了 对不对 各位 每一次当盘在大跌的时候 那些死 那些每天要跟你做生意的 或者那些看不懂盘的死多头 每天 反正大盘跌就是安慰你 哎呀没关系啦 抱一抱啦 反正找尽一切的理由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问题是 各位 股票输钱的是你耶 那些人就在每天安慰你 死多头叫你每天买股票 你真的掏住 是你的钱 各位你懂不懂 所以我说一个分析师 能不能真的在股市里面 长长久久 尤其做股票 尤其你必须能够看得出来 每一次在某一个高点 后面可能要大跌了 就在那个 就在那个当下 在那个节骨眼 在大跌之前 如果这个分析师 都能够领先全市场上 早早预告你的话 都能够早早预告你的话 那这样子的分析师 是不是就是你在股市里面 真正长期该依靠的对象 来跟随的对象 对不对 各位 其实啊 过去这两天 我在跟你谈说 这个你小心 这种东西啊 可能会造成大跌 不但是这个地方 我甚至 我还一直跟你讲 当时在6月9号 在这个地方 已经发生过一次 各位 对不对 6月9号 我就一直跟你讲 6月9号的情况 就是跟现在一样 当时也是喔 谈到季线 开始慢慢就开始 短线做压回 当时市场上 还在一片认为 说这个地方 会再去突破季线以上 对不对 可是到6月9号 我就跟你讲了 我说这盘不对了 这样横盘四五天 跟昨天一样 亮出不来 又是横盘亮出 亮出不来 然后呢 横盘了五六天 糟糕 五日线十日线 开始接得很近 所以当时我就讲 我说小心喔 凡是就像这种结构的话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喔 空头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 随便灌一下 把五日线十线 一次灌破掉的话 那糟糕了 对不对 那甚至这一大波的反弹 大概都结束喔 我当时一样 6月9号跟你讲完之后 各位 隔天的6月10号就这一根 看懂了吗 就这一根 果然空头 就是用一根黑棒 把两条均线给你灌破掉 所以各位 为什么到了昨天 到了昨天 我一直跟你讲 你去注意6月9号 有没有 各位我昨天不是还在 还在拿那个6月9号 这个例子在跟你讲吗 到了今天 全部都发生 全部都发生 那各位 嗯 余国庆看不看得懂未来的盘事 嗯 那你 需不希望 有这样子的分析师 长长久久 那个陪伴在你身旁 让你每一次每一次 都能够在股市大跌之前 在股市大跌之前 带着你把股票卖在高档区 然后呢 带着你喔 赶快喔 这个避开喔 这个这个中错的这种风险 各位啊 做股票你 你唯有能够这个样子做 你才能够把股票卖在高点 才能够全身而退 你才能够真的叫做所谓的 叫做赢家 嗯 每天那么 我相信很多人 每天你看那么多头呼节目 对不对 每个人每天嘴巴上都在喊说 赢家赢家赢家 什么叫赢家 什么叫赢家 嗯 一年365天 天天买股票 天天都会涨停板吗 哼 各位 谁是真正的实实在在 哪些人是每天来节目上 给你华言巧语 给你做表演用的 我希望你分得清楚 好 那终点来了 好了 所以各位我希望你 这个 昨天也好过去几天了 你因为看了赢家攻略 你又赶快把一些股票卖卖掉 哇 那到了今天呢 你会觉得你是全台湾市场 最快乐的投资人 对不对 如果说你过去几天 你有卖股票 哇 我也恭喜你了 好吧 那重点来说 哎老师 你是问你是到昨天都没有听你的话 如果要套一堆了 再来怎么办呢 怎么办 好 各位那我顺便告诉你吧 今天 其实今天加权率指数的低点 就已经跌到月线了 跌到月线了 不过当然了 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 这个跌到月线 其实大家心里面还存在一丝希望 哎呀跌到月线 这个地方 看看月线有没有支撑 各位 月线有没有支撑 这东西啊 其实我根本 我昨天我在跟你讲趋势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各位昨天呢 我不但在这个结构上提醒你说 这地方可能会出现重挫 同时各位 我另外给你讲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 昨天 各位昨天其实台币出现了一个 很不好的一个情况 昨天台币盘中有扁破30块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就跟你讲 我说小心哦 这个地方哦 不但基础面上可能要下跌 而且重点是各位 其实台币的升扁 大家心知肚明 那个是对于台股的 未来的一段时间的走势 是更有影响力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要特别跟你讲 因为昨天台币盘中有扁破30块 虽然说收的时候没有扁破30 但是盘中已经扁破30 所以我特别跟你讲说 你注意哦 台币要再扁 你看 昨天跟你预划完之后 今天台币还在继续扁 来 对啊 今天更糟糕 今天继续扁心低 而且收已经收在30块钱之下 各位 这个台币在扁值 而且台币在这段扁值 还很奇怪 怎么奇怪呢 各位最近美元指数也在扁哦 之前美元是一路给你谈到109 哇 当时 当时因为美元指数强 那台币扁 说还有道理对不对 那美元强台币扁 说得过去 可是很奇怪啊 可是这两个 从昨天开始 美元也 美元指数也在扁啊 那你台币应该升值才对啊 可是为什么台币 反而还反向去扁两天 那比较是说台币 目前变成全世界最弱的货币之一 你听懂了没有 哇 那如果是美元指数扁 那台币还扁的话 那我问你嘛 那你认为外资会怎么样 所以 所以为什么我昨天特别提醒你 我说糟糕 这个地方台币在扁 正常讲台币应该升值才对 好 昨天给你预告完之后 今天台币继续扁 而且还扁的 扁的这个幅度蛮大的 那各位那我请你嘛 那当台币继续扁的话 你认为外资会做什么动作 哇 对啊 那台币 那你等着看今天下午好了 你看今天到底 外资今天如何卖超台股吧 那各位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均线本身已经守不住这个短线 那如果台币继续扁 那外资给你一路卖的话 外资一卖一定又卖大型股 那你认为这个地方 你认为月线守得住吗 各位 所以我讲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月线这个地方 根本就不是短线的重点 根本就不是短线的重点 而且说真的啦 这个是从 从台币续扁的角度 对不对 我大概 我讲你大概听得懂 我在跟你讲什么 因为台币的升扁 它是一段时间 它不是一天两天 何况各位 不要说台币的贬值 对这个 外资的卖超 有它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重点是这一波 从7月13号反弹以来 各位 这一波的反弹超过1000点 超过1000点 超过1000点 好我们就拿这个 我们单纯讲技术面的 技术面的整理好了 那你认为 所以 谈1000多点回档修正 难道到月线就结束了吗 你认为只跌到这地方就没事吗 所以各位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我认为 月线早晚跌破掉而已 只是说 因为今天是第一天跌回月线这个地方 所以呢 可能未来一两天 在短线上 可能月线这地方 稍微震荡一下 但震荡完 我认为它会继续跌下去 或是如果说更糟糕的就是 如果今天晚上 或是这两天 要是美股继续重挫的话 当然昨天美股也是在跌 对不对 问题是如果这一两天 这个美股继续跌的话 那如果说明天一开盘 用跳功的方式 再跌破月线呢 各位当时在这个地方 就是用跳功的方式 跌破月线 大杀2000点 你看懂了没有 当时6月9号是这一天 就当时我跟你预告说 哇这个地方不对劲 那隔天 就跟今天一样 一根黑棒 一根黑棒 跌破五日线 十字线 跟今天一模一样 然后再隔天 用跳功的方式跌破月线 跌这一波 各位 所以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 我建议你 你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态 说哎呦 这地方跌到月线 哎呀 看看有没有支撑 支撑 各位 如果这个地方多头力道够强的话 五日线 十字线都不会跌破的 一旦这个都跌破了 月线又怎么样 月线又怎么样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好吧 所以各位 我想这个 我会再讲 每一次 每一次啊 当这个行情 进入一个关键位置的时候 微国性 为什么我总能够领先全市场上 把那种未来 那种关键的走势 马上就在第一时间 马上预告给你 为什么能够在那个第一时间 6月9号 马上预告给你 我说各位 这就是一个分析师 有没有真正的本领 能不能真的看得懂未来的盘氏 在股市里面 你跟着一个 看得懂未来盘氏的分析师 等于说 我就在你的前面 帮你拿一个大的探照灯 帮你把未来的那个路 到底是往这边走 还是往那边走 帮你照得清清楚楚 那各位 那你这样做股票 对不对 你在股市你才能够成为一个 所谓真正的赢家 否则不然每一次 到了那个高档区 哇对不对 市场上一片那边给你喊多 你也以为这个地方怎样 拼命买股票 舍不得卖吗 舍不得卖 就跌给你看 对不对 在这种地方 当时大家还是跟你讲说 要重新要供季线 你舍不得卖股票 你舍不得卖 下去2000点 好吧 所以各位 这个我在讲 所以如果 要是你自己搞 真的你在股市里面 你真的搞不懂什么地方 是个关键的这个转折点 或者说这个到底 未来趋势 到底是涨或是跌的话呢 那我还是封建你一句话 请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那尤其如果你现在手上 又套了一手股票的话呢 那我 其实前两天 昨天前的我就跟你讲过 如果你手上套了一堆股票的话 你赶快过来跟微博进讲 让我帮你看一看 你的股票到底该怎么办 那各位 那不要到了今天 当场套住的时候 又开始那边 开始心痛了 那我意思吗 但是 毕竟到这个地方 还是一句话了 如果你的股票不太对近的话 赶快 你打电话进来告诉我 或者是 在群组上 在群组上 把你的股票 在一堆一私讯 你告诉我 赶快我帮你看一看 这些股票 该怎么处理 这个 我在讲各位 在股市里面 千万不要鸵鸟心态 小赔不肯出 到时候跌生了 出不掉你就麻烦了 我告诉你 这股票 不要老是买了股票 然后就被套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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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你有多少钱 好 各位 那除了这个地方 今天果然跌破五日线 十日线之外 台币今天还在继续贬值 甚至各位 除了这两个东西之外 还有个东西 其实也蛮严重的 就是今天 今天 中华经济研究院公布了7月份 所谓的台湾的制造业PMI 各位 这个东西 我想一般人应该慢慢有这个观点 各位 其实PMI 所谓制造业的采购经济率指数 就是一个国家 它的景气好坏 一个最领先的指标 那 各位 做股票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一直在讲 做股票这种事情 你不要只是跟着那些 只会一天到晚 什么嘴巴上 什么技术面 筹码面那些人 各位 技术面跟筹码面 只能够看短期的现象 你看不出来一个大的趋势 但是真的看得懂 这种总经 看得懂这种基本面的 真正的分析师 他才能够真的告诉你 到底未来的大趋势 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台股 从今年以来 为什么今年1月份 见到18,600之后 为什么一路到这个地方 跌没完 各位 因为基本面 在这个地方 台股的景气 早就出问题了 来 时间关系 我先把最新的7月份 我先念给你听 各位 其实7月份 看起来真的很恐怖 因为这个 因为PML 刚刚讲的 因为制造业 这个采购经营人指数 这个东西是 一个国家景气 最领先的一个指标 当然就是一般的制造业 如果看好未来的话 它的采购经营人 一定会去增加原料的采购 或者说公司会增加机器设备 聘请新的人力 它的PML 这个数值会往上跑 但是反过来的话 就往下掉 各位 重点是 这一次中金月所公布的7月PML 问题严重了 这个严重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的7月跌幅非常非常的大 来 我念给你听 这个7月PML 几乎是断癌式的下跌 指数 就是7月份的指数 一个月就大跌了5.8点 各位这个跌幅 因为这个指数 就是2012年7月开始编制的 也说10年前 这10年以来 这10年以来 120个月以来 7月份竟然是 这个单月最大跌幅 哇 各位 这东西就 就 就不简单了 你懂我意思啊 不是说 小小的一点点 那也许想说 大概就是反正 没什么问题 竟然创了10年以来的 单月最大跌幅 而且呢 这个 也这个 中断了过去 两年的 因为过去两年 尤其从2020年初开始嘛 当时就是那个 因为在50以上 各位你知道PMI 在50以上 就是代表说 这个后面的景气是在往上扩张的 所以你看当时 为什么在这个 当时2020年初 就当时不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吗 台股不是大跌三个月 可是为什么 跌了三个月以后 从这个2020年的4月就上去了 因为当时根本 其实这个从台湾的基本面来看 从这个PMI来看的话呢 当时其实这个 台湾的景气其实已经起来了 只是因为刚好碰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哎呀好像很严重很严重 但实际上 当时景气是在往上走啊 24个月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 所以后来不是就 就 就过去两年 台湾走了一个大多头吗 是这样走出来的吗 那可是问题是 这个东西呢 这个 这样子的下跌呢 也把这个50都跌破掉了 因为到6月份 变成还在53附近了 7月份 直接给你大跌 跌到47.8 哇 直接跌破50 而且是深度跌破50 这东西就麻烦了 而且你看它这个跌 它这个里面呢 这个真正跌 尤其是新街订单 因为生产指数 还跌的特别的多 各位有景点 新街订单 更不用我讲 新街订单 就是真正反映 未来两到三个月 台湾这些厂商 到底它的 未来的营收获利 各位 因为你新街订单 一直接很多的话 那显然你未来的营收 跟获利 就是持续上去嘛 那股价一定涨了 但如果说新街订单 哇 严重衰退的话 那惨了 对不对 好吧 那这东西呢 一样啊 就是像这个 像这个新街订单 其实新街订单 已经连续四个月 都已经开始再往下掉 重点是7月份 跌得更大 7月份呢 大跌10.8 已经跌到36点多 哇你看这个 离50有多远 而且也是 从2026年以来呢 这个最快速的 这个紧缩速度 你看 所以你看 这东西啊 就问题大了 好 各位后面 因为东西太多 我就赶快念一下 新街订单 这个 这个 什么 这个 新街订单说 可是库存还在增加 这就是 所以 对不对 大家讲说这个很多 这个 消费性电子不是库存 增加太多 很麻烦吗 是因为全部都已经反映在这个上面 好了 所以各位 这个地方 既然这个 看到没有 既然这个7月PMI指数啊 还在重挫 那你说在这个地方 你说从基本面 从景气的角度讲 在这个地方 只要这个PMI 还没有从 你看这边就是2020年 为什么 过去两年走一个大多头 因为就从2020年 第一季之后嘛 你看这个 这个PMI 就是有没有 快速 非常快速的这样冲上去 所以这是为什么能够造成台股 走一个大多头 对应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说各位 股市的涨跌 不是什么技术面 筹码面 不要一天到晚什么 什么技术面 怎么样 什么筹码面怎么样 我再跟你讲 我不是喜欢批评同业 但是我跟你讲的很实在嘛 我说各位 一个真正 真正从基建建 从法人出来的人 我才看得懂这种东西 我才告诉你这个地方 到底行情该怎么看 好吧 各位 在股市 不要见数不见零 各位 如果说在股市 你只会见数不见零的话 只会看到一小小的地方 你看不到一个大森林 是什么状态 那你怎么赚得到大钱 在股市 对 不要说股市 任何的行业 唯有那种能够看到到大 唯有眼光能够看得大的 能够看到整体的 才能够 的这样子的人 才能够带着你啊 做一个成功的成功的人 对不对 再讲 在股市不要见数不见零 只是一天到晚 什么技术面筹码面 听得懂吗 好啦 既然在这个地方 这个PMI 还在重挫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一点 这个地方 真的从基本面来讲的话 目前这个 台股 绝对没有大涨的条件 比方说什么国安基金 各位 国安基金 到底是真进场 假进场 你也搞不清楚了 对不对 如果说真的 如果国安基金真的有进场的话 那今天委派为什么不去拉台积电呢 今天台积电 一天给你跌了十几块钱 你看 而且各位 你记不记得昨天还跟你讲 我说哎呀糟糕了 台积电本来到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刚好又反正到季线 跟上次几乎一模一样 然后昨天又开始 昨天就开始往下收 对不对 今天硬生生 又是把五日线 十日线 也是一次跌破掉 那各位如果说真的是这样 那国安基金为什么不去把今天 把今天拉 曾经拉到这个季线以上去呢 那台国就不跌了吗 你听到我意思没有 所以各位在股市里面 真的不要什么事情一厢情愿 反正这个股市该涨该跌 一定有它本身的内在的因素 有它的tempo在这个地方 重点是你必须看得懂 什么地方是一个 这个是一波的起涨 什么地方是一波的起跌 昨天我 节目上我是不是还得跟你讲 我说糟糕 这个季线没上去 小心跌破五日线 十日线 一样 昨天讲完今天跌给你看 还不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关于是来说 其实这个 到了今天再讲说 哪些股票该卖 其实已经有点晚了 因为其实在昨天之前 有没有 我都一直在跟你讲 在这个地方 一万五千年这个地方 股票该建好就收了 好啦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再讲 如果说你手上是 还是一堆股票的话 那我真的奉劝你 赶快 你打电话进来 把你的股票拿给我看一看 那这个 如果短信还能续报的 你报一报 如果真的已经不对劲的话 赶快卖一卖 把金钱抽出来 我再讲各位 在这个地方 各位你不要以为到月线没事 以目前这种形态 以及台币虚扁的 这种大的环境条件来看的话 我不 这个月线 我不认为真的守得住 好你特别注意吧 好啦 那各位说这个地方 还是要 我还是奉劝你 目前有些股票 只要它的线性还好 你还可以报一下 但是重点是 如果该卖 你更要会判断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的话 赶快打电话进来 把那股票告诉我 我帮你看一看 那或者是赶快 如果你到现在 还没有加入我的群组的话 请你赶快 你赶快 扫描这个LINE 跟这个Telegram的QR Code 加上Webq的群组 那因为在群组里面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你不但这个 在群组里面 我有更多的这个 的讯息 你可以看到 那同时 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在这个群组的 这个私讯一对一里面 你可以跟我讲 所以我那个 我觉得也可以 我都可以帮你 这个花时间 帮各位来解决任何的问题 所以你赶快 如果你到现在 都还没有加入我的会员 甚至连群组 所以你都还没加入的话 那你赶快 真的现在把这个手机拿起来 什么这个QR Code 加入群组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在这个后台 一堆私讯里面 告诉我 好吧 好 这个地方归 小心死的万年船 跟着真正看得懂盘式 尤其大盘的这个 什么地方是个 是个下跌的转折点 真的看得懂 未来行情的分析师 才实际在股市里面 真的长久的依靠 跟上微国庆 你做股票 轻轻松松 看大盘 轻轻松松 好吧 最大的投票顺利 谢谢各位